摔跤 小朋友,你搬过家吗? 搬家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哦 就算是一个人搬家,也要打包 大包小包,大乡小乡 可是非常的费体力跟时间的 更何况是一家大小 Debra牧师就搬过了无数家 从台北到高雄,从高雄到香港 从香港又辗转的到美国 在美国12年我就搬了十次家 搬家真的好辛苦哦 不过我们知道无论到哪里 我们都有上帝的保护 他一直拆派天使保护我们 就好像雅各一样 他从哈兰搬回迦南 一路上有上帝的同在 同时他也奇妙地遇见天使 他遇见天使不是一个两个 而是一群天兵天将哦 雅各就把看见天使的地方 取名叫马哈念 哇哦,原来认识上帝的人是不孤单的 雅各一路向南走 不知不觉来到了迦南地 雅各虽然有上帝的吩咐 要他回迦南 又有天君在他回家的途中向他显现 但是他心中仍然感到不安 他想 二十年了 哥哥不知道现在过得如何 是不是他还恨我呢 他会向我报复吗 现在哥哥他的心情怎么样 不知道还会不会找我麻烦呢 越靠近家乡 他的心跳也就越快 他吩咐仆人先去打探 仆人照着主人吩咐 来到了仪少居住的地方 他说 仪少大爷啊 我们家主人派我们特来 向你请安的 我们家主人雅各 从拉班那里居住了二十年 如今正在回乡的路上 哦,我弟弟雅各回来了 人在哪呀 是的,仪少大老爷 我们家主人跟着家眷 正在后头呢 他打发我 先来跟老爷报信 我家主人已经为仪少大老爷 预备了许多的牛羊 驴等等 五百五十头 要当作见面礼 送给仪少大老爷的 希望可以在你眼前蒙恩 使你高兴 好好好 回来就好 我现在就派人马上去接他 哪只仪少带了大队人马 四百人去接雅各 雅各听了 害怕又忧愁起来了 心想 糟了 以哥哥的性格 看来他肯定是来报仇的 四百个人 这可怎么办呢 他把那与他同情的人口 羊群牛群骆驼 分成两队 他用自己的计谋来保护自己 他就对仆人说 我哥哥以少 来势汹汹的 真不知道见了面会发生什么事 因此 以少路来攻击这一队 剩下的那一队 还可以逃跑 所以两队要分开来 一前一后的走才可以啊 你们记住 要激紧一点啊 雅各又吩咐在前头的队伍说 我哥哥以少遇见你们的时候 如果问你们 家主人在哪 往哪里去 你们前头这些是谁的时候 你就要对他说 是你仆人雅各的 是送给我主人以少的礼物 他自己在我们后头 就这样 他们又继续的向前走 一路上他越走越害怕 雅各就开始向上帝祷告了 耶和华 我亚伯拉罕的神啊 我父亲以沙的神啊 你曾经对我说 要我回家乡 回本地本族去 你要厚待我的 你像仆人所施的一切 持爱恩惠 我一点都不配的 现在我拿的账 过了约旦河 如今我却分了两对 你知道我心中忧愁 害怕 求你救我 脱离我哥哥以少的手 因为我怕他来杀我 连我妻子儿女都一同杀了 上帝你说过必用 后恩待我的 你要使我的后裔 如同海边的沙 多得不可胜数 因此我求你 照你的应许 保护我们 牙哥很聪明 在当天晚上 就把预备好的礼物 安排在前头 送去给姨少 希望可以化解 他心中 可能存有的怨恨 牙哥等所有的队伍及家人 都安全过河之后 就留在后头的岸边住宿 奇妙的是夜里 居然有人出现 想要压倒他 于是牙哥奋力地跟他摔脚 并尽自己最大的力量 跟他搏击 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那人见他如此的卖命 就趁机摸了他的大腿窝 牙哥因此扭了脚 哎呀 纵使他扭了脚 也依旧紧紧地抓住对方不放 那人说 天快亮了 我们到此为止吧 让我走吧 不可以 不可以 我要你给我祝福 不然我不让你走 他拼命地抱住对方不放 牙哥抓的性格 并没有因为时间而消失 那人见牙哥使尽了力气 就只好让牙哥赢了 牙哥问他说 请将你的名字告诉我 请问你是谁 那人说 何必问我的名字呢 于是就在那个地方给牙哥祝福 并说 你的名字不要再叫牙哥了 要叫以色列 因为你与神与人较力都胜了 牙哥终于领悟到 与他摔角的就是神自己 牙哥便给那个地方起名叫 匹奴伊勒 意思就是说 我面对面见了神 我的性命仍然保全 天刚亮 牙哥发现自己 被上帝摸的大腿瘸了 不过一场摔跤的经历 使他成为另外一个新的人 小朋友这真是好奇妙哦 上帝为什么要跟雅哥摔角呢 上帝要我们克服自己的软弱 并透过摔角 使雅哥再一次的认识自己 人的能力是有限的 不是什么都可以 什么都行 如果我们不依靠上帝 是无法胜过心中的害怕的 小朋友 你心中有什么事 令你担忧害怕的呢 你都是用自己的方法解决吗 或是你依赖父母 或是别人来帮助你呢 还是你愿意学习祷告 并依靠上帝呢 好 现在把你的手合起来 跟Debra牧师一起来祷告神 亲爱的天父上帝 从雅哥的故事里 我看见你总是日日夜夜地守护着他 我也相信你对我的看顾也是如此 求主赐给我刚强的心 让我可以倚靠你而不害怕 帮助我可以胜过我的软弱 并学习改掉坏习惯 孩子祷告乃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